台长 台长 告诉大家 学博有时候 真的要 跟自己 做斗争 因为人最难战胜的 不是其他人 不是别人 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 台长说一个 小笑话给大家听听 有一个男的 他的太太天天 叫他不要抽烟 他有一天 下定决心 说我从现在开始 我不抽了 拿起一条烟 从三楼的窗户上 就向外扔 然后人突然之间 就往楼梯下跑 香烟还没有到地上 他在下面 就接住了 不鼓掌啊 就是说 一个人要改毛病 不是这么容易的 一个人的劣根性 它是长期占据在你心中的 一条毒蛇呀 这个蛇在你的心中 随时随地会咬伤你的 用你的贪心 这就是一条蛇 会把你自我咬伤的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路 台长告诉你们 过去有一个佛教经典的故事 说佛陀带着他的弟子 正在路上走 突然之间 看见有一个金子 就是一个金子的箔啊 就是一个箔里面全是金子 全是黄金啊 全是黄金 看见之后呢 哎呀 他的弟子说 哎呀 佛陀 黄金啊 结果佛陀说毒蛇 那个弟子一看 佛陀说毒蛇 他也说毒蛇 你们知道 这是为什么吗 原来有两个小偷 居然偷到黄宫里去 拿了一个箔 装了很多黄宫里的黄金 逃走 被这种御用兵啊 在追赶的时候 他们就放在路边 就是放在树林边下 结果佛陀跟他弟子走了 又来了两个农民 来了两个农民 结果 看见了这个金子 就是跟他说 哎 还把佛陀照顾了 说你看看看 你看看 哎 这个金子你就不要 是毒蛇 什么毒蛇啊 黄金啊 哎呀 发财了 发财了 广东人叫什么 知道吗 发达了 发达了 然后 把这个金子 抱在身上 欢欢喜喜地走掉了 拿到市场上 把这个黄金 去变卖东西 结果马上就被人家抓住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抓住吗 因为皇宫里的黄金 上面都有打钢印的 小偷不知道 这是御用的黄金啊 他一拿出去就抓住了 因为过去 也没有什么陪审团的 抓住 张物在你的手上 就是你们两个农民偷的 砍头 这个时候 绑在 刑场上的时候 才说 佛陀说得对啊 那是毒蛇呀 贪心 就是你们的毒蛇 想想看 现在有这么多的贪官 为什么现在 被 抓起来 就是他们的贪心 害死了他们 我们薛博人 号召 所有的人 不能贪 不能撑 不能吃 因为这是三条毒蛇 在你心中 你哪一天 把一条毒蛇 激活了 就会伤害你自己 就会伤害家人 和伤害你 所有的一切 把这些哈 得 现在 这 我们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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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nce